说这个全球神秘事件 这一热门话题 仿佛跟玄学 又接近了一点 其实 任何事都是玄之又玄 人类就不神奇 它跟动物相比 跟植物相比 它们会觉得你很高兴 很了不起 很神 都怕你 或者都喜欢你 有啊 都听你的 你有些动物就很温顺 你是老大 我是一条狗 我跟着你 你说怎么样 我是一匹马 马首实战 那就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身为人类 觉得好像 习以为常 司空见惯了 那同样 人 他的眼睛耳朵 鼻子 所有的五官 身体 他所能感受到的 有些是 不如动物的 有些方面 你看 动物的胳膊腿都很灵活 他有他的优势 你看 你看 石头 树木 它很有定力 你的动物就不行 我不动 我就死了 哎呀 人家 这样 反而 生命力更旺盛 而且他就是这种习性 树龙死 人多活 他各有各的甜性 特性 你有 擅长 必然有 不如人家 那这也是优点 你说我整体上好像比他更高级 那 确实是你这个灵体能量更高 更有灵性 我们说 绕回来 什么尼斯湖水怪 它不就是 另一种生物 动物吗 什么灵异事件 就是一种灵体 也是一个生命 野人呢 那好像跟你 自然又非人的 一种动物 甚至 比人来还高级 什么地下文明 地外文明 那你看不到 你不了解 你见得少 你不能说没有 你甚至 科学 现在科技 没法去 就摆在你面前 也研究不透 更何况 人家 神出鬼没的 它不是你这一个空间 或者说 同在一个空间 在你这个 频率 就各种的 场能 不能为你锁的 见到 感知到 那没什么奇怪的 你说龙 有些好像 真的看到我 我曾经有一个群群主 那里面的 每一个人真实的 把自己故事写出来 全都见过龙 比我还厉害 我只是梦里见过 那什么疯啊 什么神兽 你说咱是兽 那神通法力比你大得多 那人也没什么了不起 在地球上一个渺渺碍 那天上一块石头掉下来你就死了 死一批 地球都毁灭了 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我 很短小惊悍 那就是开玩笑 红小孩的 什么外星人 那不都是一种生命吗 连 杀石 草木 说草木 说杀 石头 也是生命 它里面有很多细胞 一直在动 你用科技也已经能探索得到 它也是活的 只不过它这个灵体能量 整体好像比较愚笨 有一天 女娃补天那块石头 也会蹦出一个松空 如果长袭 接受了一些 恋化 寻陶的话